从清晨五点钟开始 一万多名群众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 聚集在国旗之下 在今天 庄严的国旗因生命之名义而徐降半旗 在这里 一万多名群众因血脉之相连而集结守望 这里与州区虽然远隔千里 但人们的心生与心愿与州区没有距离 一万多名群众在肃立中为侍者哀悼 在哀悼中为生者祈福 力量在这里凝聚 情感在此刻共鸣 尊与同仗 唯我不去 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南海也很关心他们 我们希望能够加油 像汶川一样 像玉树一样 站立起来 我相信中国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怕大乱新帮 民党周围的人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会在区域里面献出一个爱情 周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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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胞蒙难 举国同碑 哀痛无需隐忍 哭泣也不必压抑 这是向适者致哀 更是向生者生缘 凝聚力量 患难与共 你我同在 周固坚强 这是人们共同的心愿 与心声 今天上午十点 在甘肃州区三眼玉沟 泥石流废墟上和兰州东方红广场 举行了州区特大山红泥石流 遇难同胞哀悼仪式 共同悼念遇难同胞 请全体肃力 第一项 升国旗 三架 三个小博 三岭hard GETS 三岭 三岭 两岭 突然越来越多 三岭 三岭 二岭 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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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岭 三岭 三岭 第二项 降半棋 第三项 请脱帽 为遇难同胞 莫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新加坡等国大使馆也下半棋致哀 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使馆工作人员肃立木哀 表达对甘肃州区特大山洪泥士流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九点 我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馆下半棋致哀 总领馆外交官 中资机构和企业人员 共同向州区遇难同胞致哀 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将半棋为甘肃州区特大山洪泥士流灾害遇难同胞致哀 这里是香港的金子金广场 为了表达对甘肃州区特大山洪泥士流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今天香港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下半棋致哀 同时特区政府呼吁全体市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哀思 为受难的同胞们一起默爱 为他们祈祷祝福 为了支持甘肃州区救灾工作 香港各界已经展开积极的捐助活动 特区政府从赈灾基金中拨出244万港元 向甘肃灾区提供紧急援助 下一步 特区政府还将通过赈灾基金 继续向甘肃省捐赠户千万港元 支持州区人民重建家园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14座军营同时下半棋致哀 寄托驻港陆海空部队全体官兵对甘肃州区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思 今天清晨 哨所的官兵 港口的工作人员 学校师生 用不同的方式向州区灾区遇难同胞致哀 现在是8月15日的凌晨5点钟 这里是被誉为东方第一哨的 祖国最东级的乌书镇哨所 是中国迎接太阳最早的地方 今天一大早 虽然阴雨绵绵 乌书镇哨所的全体官兵还是冒着雨在这里举行了哀悼活动 将半棋向甘肃州区特大泥石流灾害遇难的同胞致哀 将半棋向甘肃同胞换 灾情发生后 官兵们每天都在电视新闻中 关注着州区灾情 并自发地为灾区同胞捐款 清早 浙江宁波港的中国边检3307艇 边检3308艇 边检3309艇 与其他亭靠船舶同时将泛起鸣敌至哀 无论是舰艇上的官兵 还是码头上的工作人员 都对灾区人民表达了自己的爱思 虽然我们与州区远隔千里 但我们与州区人民的心永远在一起 愿逝者安息 生者坚强 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用实际行动来支援州区人民 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而在河北石家庄玉树民族中学 同样经历过灾难的青海玉树学生们 则有更深的感受 一大早 藏族学生欺然错毛 就和同学们一起 戴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百花 来到教学楼前的广场上 举行致哀活动 今天 辽宁 安徽等地的群众 自发地为甘肃州区特打山洪 泥石流灾害遇难同胞 举行了哀悼活动 在大连人民广场 无声的肃目 表达着中华儿女同呼吸共命运的手足情怀 更凝聚起支援灾区群众 重建美好家园的伟大力量 在安徽黄山 在安徽黄山 一只只白色的纸船 在太平湖里渐行渐远 带着对周区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逝者的告慰 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振奋精神 成建家园 一只纸船就是一个心愿 白色的纸船载着人们的住院 一点点远去 在安徽淮南 一群孩子自发地聚在一起 用动手折纸鹤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哀思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 表达我对他们的心愿 希望他们变得更坚强 同学他们美好的家园 孩子们手捧着纸鹤 祝福伴着跳跃的烛光 映在他们脸上 甘肃州区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在辽宁沈阳的社区里 在福建福州的边防舰艇上 大家举行各种哀悼活动 悼念甘肃州区泥石流灾害中的遇难者 这里是辽宁省沈阳市 沈阳区武力河街道的一个社区的办事大厅 今天一大早 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这里 把这个大厅布置的既简单又肃木 我们看到在大厅的正前方写着 深切悼念甘肃州区遇难同胞 在他们下方还贴着一个祭奠的花栏 一会儿悼念活动马上就开始了 九点多钟 社区的居民纷纷自发来到这里 首先向甘肃州区特大三红泥石流遇难同胞 默哀 默默的哀悼寄托着生者对逝者的深深哀思 无声的肃木也表达了全国各地的群众 和州区人民同呼吸同命运的手足之情 这里是福建福州马尾的工编船艇码头 来自边防的官兵和驻地的师生 排包 侨包将用海上GIS的方式 为甘肃州区特大山红泥石流遇害当中 遇难的同胞表达深切的哀悼 十三亿雪脉早已紧密相连 逝者安息深者勿忘同胞 驻地的老师和同学特别为甘肃州区 特大山红泥石灾区的遇难者创作了一首诗 他们还将用临海而居的人们 特别的祭奠方式为同胞祈福 愿逝者安息 生者坚强 因为撒菊花是我们海边人的一种 祭奠逝去的人的一种方式 我看你这边还有纸贺是吧 这些纸贺代表着我们对灾区人民的祝福 也希望灾区人民能加油 这是一个许愿灯 因为我们离灾区还有千里万里 我们没办法赶到现场救援 就是用我们放许愿灯 送鲜花的一个方式 像我们那个死滥子表示哀悼 为他们祈福 为他们祝愿 我曾经参加过温川地震的救援 虽然这是不能轻负灾区的第一线 但是我想用另一种方式为灾区人民群众加油 我覺得是不自由枪 我们去教会 大家要救援 截至8月14號16點 甘肅州區